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色列和真主党就打起上來 其實真是打上來都是小戰一回 不是真是打什麼大戰 因為打兩天就似乎停下來 不過我也很有興趣看看 究竟伊朗還有多久才動手 我覺得這是一個謎 很難猜 從理論上來說 伊朗必須要報復 如果不報復 完全沒有面子 就算拖一段時間 最後也要報復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報復的規模是多大 好像上次的意思意思 我將所有的動作 預先告訴你 等你美國和你的盟友 一起來派飛機攔截 使得以色列的傷害 相對來說比較少 如果我們看看這次真主党發射了350枚火箭 導彈火箭 其實他打的都不是真的導彈 是火箭炮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以色列 其實早就知道 因為你都要搬東西出來 首先一件事 就是他出動了100架飛機 就在上空炸了你的地方 炸了你的火箭發射的站 炸了它先 然後打一打 如果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伊朗去進攻 究竟是 是可以是怎樣的 這個大家都是朴朔迷離的 不過有一個說法 我同意剛才劉卿所說 你一定要做 有人的說法 他越拖得久 就對以色列的傷害越做得大 因為經濟上 基本上以色列全部停擺了 因為你怕不知何時有炸彈飛下來 鐵工什麼的系統 機師隨時後命 一聲令下你又要跳上飛機 飛上去打 大佬我要你等一個月 你殘了 實際上整個戰爭的規模有很大的改變 以來戰爭就在加沙地區 以色列去加沙 進入加沙去清招哈馬斯 這是最初一直以來的戰爭形態 現在變成真主黨 射火子彈 去到以色列的北部 北部 未來伊朗如果要報復 必然又要打到以色列的本土 現在甚至在特拉維夫 已經有恐怖襲擊 實際上 現在的戰爭規模升級 而戰火不單止在加沙地區 而且在以色列的本土 都已經出現了戰火 未來的戰爭形態 是繼續升級呢 還是繼續維持一段打橫行呢 其實在美國現在是最急的 拜登就是想 快點停火 即是打了他 攻擊了他 大家完結了這件事 大家不要再打了 希望如此 從內塔利亞胡 我們一直都說過很多次 內塔利亞胡是想 以戰爭來保住他的權威 即是從政治上的考慮 而不是從軍事上的考慮 在這個情況下 打得越多 他能夠繼續控制以色列 就不會落台 在這個情況下 問題是 如果戰爭繼續升級 就是從他單獨對巴勒斯坦 變成是對整個周邊的伊斯蘭 伊斯蘭世界 戰爭規模就變了 美國呢 其實我覺得 布林肯現在就非常著急 就是不要真的變成一個 以色列對伊斯蘭世界的一場戰爭 即戰爭就變成四級 到這個情況下 就不單止是對美國 他現在的大選有影響 現在實際上 他們認為對伊斯蘭都很大影響 因為實際上 以色列單獨對整個伊斯蘭世界 恐怕你就力不從心 你不要再打 我想經濟上來說 以色列已經七路八傷 你想想想 飛機 已經基本上 沒有人去以色列 即旅遊 但你不要忘記以色列 在中東來說 是一個很多人去的 很多旅客的地方 耶路撒冷 你去特拉尼夫 其實是很多人去的 在海法 現在基本上 如果你坐遊船的話 如果你由地中海 坐遊船 由地中海 你去非洲那邊 一定是 或是經中東 一定是經海法 即是經以色列 基本上所有的船 停航 完全沒有人去 飛機也沒有人去 老實說 你不是只賣少少東西 基本上你甚麼生意都沒得做 你告訴我 你一個地方 一個國家 沒有了經濟的支柱 旅遊業 你怎樣捱下去 還捱多久 這才是問題 還有 你又要抽調了很多年輕人去當兵 而當兵那些是後備軍 你不可能少 你幾十萬人去當兵 你說 那個不用上班 就去做當兵 你給人工 他一件事 但是他 公司 沒有了人 不用做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以色列的傷害 經濟上的傷害 是大過 比他在實體上受的攻擊 實際上他現在進行一個 戰時經濟體制 戰時體制 你能夠支撐多久 大家已經看到 他的彈藥 是不斷地靠美國供給 他的其實經濟的支持 亦是不斷靠美國的援助 在這個情況下 最主要是 以色列是一個小的國家 你能夠支撐多久 你不止 我們中國抗戰 八年抗戰後 十四年抗戰後 我們還有很多大 你還有個大後方 因為你有大後方 你才可以頂得住 但是在以色列來說 基本上前線就是後方 後方亦都是前線 而且你所有的青壯年 就像周先生所說的 全部都要做預備役 沒有了勞動力 整個經濟其實就是停頓 瘫患的一個狀態 所以能夠撐多久 其實如果作為以色列本身來說 是越早停火 停戰對他是越來越 但是大家都知道 最近那次在埃及再談過 就已經不行了 大家真的談不上欄 換句話繼續打 以斯利亦不是想停火 因为他想要取得所有的东西 那就不行了 但问题是 现在伊朗握住手 我要攻打你 究竟他等多久呢? 我们初初看 可能是一个月内 你都会动手 但现在的说法就是 似乎他可能等两三个月 才去动手 两三个月的时候 老实说你每天一出街 就看着左看着右 究竟有没有人跟着自己 跟着你又要害怕 你又什么都不能做 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对以色列的伤害是非常非常之大 另外一件事 你说美国无论哪个选到总统 何锦丽也好 特朗普也好 都是会支持以色列 但是你支持是代表什么? 你是军事上的支持 还是你其他经济上 你都要付钱 跟他撑起他 但你付钱 只是你的企业 不能付钱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以色列可能是非常非常之伤 这次谈判的重点是废城走廊 哈马斯说 以色列一定要撤出废城走廊 废城走廊 就是巴勒斯坦加沙尼区 帮埃及连接的地区 实际上哈马斯希望有一条通往外面的通道 这是以色列 以色列不允计 实际上可以看到 以色列方面不是希望永久停火 只是暂时停火 但巴勒斯坦加沙尼区 希望你完全撤出废城走廊 是永久停火 所以这方面大家拉不住 所以停火根本是不可能的 如果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究竟以色列打加沙尼区 大家有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 去年10月7日开始 到现在 到现在 还未打完这场仗 大家可以说 为何他未打完 因为大家叫他停手 但他其实没有停过手 但基本上有百多二百万人在 炸到基本上已经全部都是烂 但那些人还在 那些人走不了 走不了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是想做什么呢 就是想炸到你这样 那百多万人完全离开了加沙 他情愿一片废墟 他就叫他打赢了 但一天 那些人还在 一天他打不赢 大家要明白到现在的战争 基本上是否真的没有办法打得完 只要一方面不放弃 我继续打 我的承受力还是非常之高的时候 基本上以色列之强 都打不到几千个 一万多千个哈马仙 融入人口 你已经不知怎样打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你会说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世界上的战争 如果大国欺世国 就不是说你出军我出军 然后打长仗 输了就要求和 基本上大家看到 美国打伊拉克 打阿富汗 基本上你打进去之后 你是完结不了 内特林有个战略目标 是完全消灭哈马仙 我们一直说 这是不可能的 最近以色列有个公布 又摧毁哈马仙的一条隧道 又救了个人 打了这么久 你才还有隧道 还有百人在做 人质都未救出来 另外哈马仙又选了 发动10月7日 阿哈萨洪水行动的 申亚尔头 现在做政治局头 实际上 你现在完全消灭哈马仙 根本做不到 反而是四万多平民死了 除非你所说的 就是我把那些人全都赶来 就是这个袈裟 但是你赶走他 你去哪里 你让他去哪里 埃及不肯收 他除了埃及之后 他还有哪里可以去 融入去以色列 当然不行 你告诉我 你把那些人用飞机 你用飞机车车车走 你百多万人 你说要多少的运力 才可以把这些人搬走 就算有个地方肯接受这些人 非洲或者不知哪里 怎么可能搬走他们 其实如果你这样看 其实现代的战争 越来越打不过 是 伤亡太惨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 美国就很想很想 快点停下 但内塔利国又不听洗 又不听纸 所以他继续在打 在这样的环境下 又影响了美国的大选 到底在这样继续下去 是哈利斯得着 还是特朗普得着 又是一个未知数 刘兄 我想我们可能已经约定了 2025年第一个题目 都是港文中东战争 哈马斯 分分钟是这样 你看不到这几个月里 可能是有一个停战的可能性 但无论如何 大家都不禁摇头探式 无论是俄乌战士 还是中东战士 基本上似乎 看来没有办法可以停下来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 拜拜